尿微量白蛋白是200应该怎么治疗呢 这个患者呢 他这个提对这个问题是比较模糊的 因为这涉及到他有什么其他的基础疾病 你比如说糖尿病可以出现这个尿微量白蛋白200 那么他属于是糖尿病肾病的一个早期症状 那么肾炎也可以出现尿微量白蛋白200 这也是属于是一个肾炎的一个 也算是一个比较轻的一个缓解期的一个症状 那么高血压胜存上也可以出现尿微量白蛋白200 那么但是这三种不同的疾病 他处理原则就不一样了 但是相对来说尿微量白蛋白200 也就不超过0.5克的情况下 他这个属于这个比较轻的一个情况 他应用的时候往往不会对他蛋白尿 应用太多的药物 因为毕竟治疗肾炎病是以保护身功能为主要目的 不是以控制尿蛋白为主要目的 那么应用的时候就要想到他的副作用 尿微量白蛋白200的时候 对于肾脏的损伤是比较轻的 这时候他蛋白控制只能作为一个基础加药的一个因素 比如说这个贝拉玻璃片 绿茶痰酱片 往往是因为这些药 不会说针对他用什么抗炎的药 这时候还要针对他不同的病情 对他根底疾病 基础疾病的一个有效控制 对他人说的贝拉玻璃片